哎呦你发现你们俩谈恋爱特有意思啊 一开始的时候是你们俩有个第三者叫酒吧是吧 对 后来发现又有个第三者叫麻将 为什么呀你考虑过吗姑娘 虽然就是她的这些毛病我是真的受不了 但是我不想跟她分手 为什么呢 我们的性格上我觉得能互补 因为我的家庭嘛就我爸妈的婚姻不幸福 然后我就是从小跟我爸在一块长大 所以就爸爸那种对女儿的疼爱 我想大家也都能想象得到 就长生明珠的那种 特别我家也就只有我一个 所以我就是心里希望找的男生是那种成熟一点的 能多照顾我的 但他虽然都不满足 可是我跟他在一块的时候 我们两个有共同的话题 明白了 就吃东西生活上面都能弄到一起去 还有我跟家里人闹矛盾了 跟朋友闹矛盾了 我别人的话听不进去 他说的话我能听进去 明白了 他能制衡你是吧 对 爹对他太好了 所以他要找一个对他不好的男人 虐一虐有意思 可是他就是这些小毛病改不了 我就很烦 能改吗 这不就慢慢的改 那你去酒吧认识的那些一性 你怎么说 这是我朋友带过去的 又不是我带过去的 可是那加微信干嘛 你没有女朋友啊 你要跟他们聊天吗 他们 他们又加我微信 那我就是那种 不好意思懂得拒绝别人的 哎呀呀呀呀呀呀 那我问你 那现在要是出去 你一个人出去 那人家说 爱帅哥你长得真好看 加个微信吧 你怎么说 我看他长得好不好看呀 那我怎么办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我未必加了他 我就一定要跟他说什么 暧昧的话吗 我就不能跟他相处的朋友吗 我又不是不会跟他说我的朋友 你就这么喜欢交朋友是吧 我本来就喜欢交朋友 我觉得朋友都不好 你就不能有什么 他跟我说是吧 那我朋友都有错吗 你也要分是什么样的朋友 那我朋友很少啊 我的生活里面 除了爸妈就是你啊 就因为你的朋友很少 你什么事都找我说 我就有时候觉得 不是说不耐烦 但你也有需要你的朋友吧 我不可能时不时地陪着你啊 好好好 你就觉得没错呗 那你分不分 不分啊 不分 这不是现在还在努力中吗 你也不分 我没有 他不改的话 我就很 我就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 不知道 我觉得我现在内心很矛盾的 就是我一方面 我承认我是喜欢他 可是他的这些毛病 就一点一点在摧残 我对他的喜欢 我觉得 但你有时候有没有想过 你自己的一些问题 我自己没问题啊 你自己没问题 你很好 那我有什么问题啊 你没问题 因为我爸妈也是知道 我跟我爸妈也说过 就是我找的对象是他 他们见了之后 聊聊天之后 第一感觉就是 能接受我这个性格的人 也还真的可能就只有 你爸妈那么害怕 你嫁不出去啊 就是我的性格很强 是我的朋友 还我爸妈都知道 所以我到现在的话 我的知心朋友 确实很少 他的朋友特别少 可能就是太依赖我了 就是说 就他有一件不好的事 或者好的事 他就跟你分享 因为有时候我就觉得 我有事嘛 就比如说我和朋友 一起出去吃个饭 这个会都是男生 拜拜